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3年12月20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研究移民的問題 話說香港就是藍媒 還有香港的藍絲 最關心 就是別人的移民問題 經常說 移民很多陷阱 人生路不熟 你去到不熟悉的地方搞移民 隨時成為二等公民 還有三等公民 那麼Juicy 所以我們這節就是要揭露 香港的移民計劃 按照 藍媒和藍絲所說 英國開放這個移民計劃給香港人 完全是看中了 香港的資金 要將香港人 當成是糾塞 其實 有邪惡的內心 就是會看到別人做任何事 都覺得別人在做壞事 實際上香港政府 香港的官員 才是 保持別人的財富 現在香港政府 大搞移民計劃 因為香港 大量的人才流失 大量的資金流失 所以我們真的有責任提醒 所有 有興趣去香港移民的人 你要注意 切勿成為移民陷阱 的水魚 我們繼續詳細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記得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保障你的個人資料安全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日報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機 加無限大法 敬請各位 安全的 記得用VPN 還有用無痕視窗打開我們的 節目清單來播放 這樣播放應該是 相當安全 記得定期清洗你的瀏覽紀錄 在外國的朋友 即是你不在香港 不是濟港人士 你就不需要擔心了 基本上只要做足 正常的安全程序 你就可以 繼續 觀賞我們的節目 繼續支持我們 請大家不要那麼容易被人渣恐嚇到 尤其是湯家驊 說話差不多是最沒有說服力的那個 他說搞Google和YouTube 在香港國歌事件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國歌事件現在在香港 是不了了之 毫無下文的 根本就沒有人聽他的詞 回來研究香港的所謂投資移民計劃 大家應該還記得早前 有大量的香港人是移民 去英國 然後有大量的報導 發生了 大量的移民悲劇 然後 移民和幻想有很大出入 結果移民成為了水魚 今時今日 香港 不斷說這件事 但是自己 就叫外面的人 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人 下來 香港移民 下來香港移民當然會遇到很多問題 語言問題 文化問題 經濟問題 他們 他們完完全全是看中了 移民者的財富 要移民者 下來香港 幫香港 填淡 所以國內的居民就要注意了 如果你 正在計劃下來香港 如果你是叫做高財通 還說 向香港政府取得好 如果 你是在搞大型的投資計劃 搞投資移民 這件事就要很小心了 因為 你的財富 隨時被坑 話說 無恥的港共政府 說要在下年的年中 正式推出這個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就是看中了投資者的資金 又是這個人渣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 據說這個契弟跟 這個 印度佬 英國現在的首相 是同學來的 所以 許正宇可以在全香港的官員 被西方世界制裁的時候 許正宇的彈散竟然可以走到英國做訪問 所以印度佬基本上我也覺得是壞人 印度佬更加 對這個 是Least Trust 卓慧斯發動政變 所以 印度佬不是好人 我相信也基本上是一個事實 這個叫做許正宇 出來公佈 就是說有最新 投資香港的移民計劃 又說了一大堆持有若無的東西 要發展優勢 增加商機 還有就業機會 全部是口號式 全部是空談 說有在新計劃之下 18歲以上 符合資格的人士 包括 外國國民 即是可能大量的中東人 還有中國籍人士 其實他們 是繼續看中了中國大陸的移民資金 但是坦白說 他們的心 實在是太貪 如果 我能夠符合你的門檻的話 門檻 門檻是相當高的 門檻是要有3000萬 的資產淨值 還要在香港最少 投資3000萬的資產 包括 最少2700萬的股票 債券 還有存款 還有集體投資計劃 很明顯 整個香港的最新 3000萬的 投資計劃 是用來 是用新移民的錢 是用來填補 香港的爆破的金融泡沫 還要叫那些投資 不准買 是住宅的房地產 你說多貪心 門檻又設得高 資產淨值要到3000萬 還要2700萬 填下去幫你買香港的垃圾債券 以及股票 這樣的投資計劃 風險極高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香港 其實在醞釀 美國正在全面 把所有的資本撤出 那是甚麼意思 其實是兩個字 脫鉤 脫鉤未必 直接是聯繫匯率直接脫鉤 但是當美國和你的所有關係是全面脫鉤的話 聯繫匯率再脫鉤 距離已經不遠了 可能香港的戰狼會出來跟你說 不要再唱衰我們了 不要再抹黑 我們有足夠的外匯儲備 他們最擅長 就是講這些 香港的外匯儲備 問大家一個問題 在哪裡來的 外匯儲備 不就是庫房收益 儲一下儲一下儲回來的 香港現在你對外如果沒有生意做了又不是國際金融中心 你的外匯 是不是無限供應的 你回答我啦 許正宇 所以其實 所有人都知道 根本外匯儲備 是有極限的 如果我今年 美國和你脫鉤 我香港自己頂住的話 我頂 幾年是可能可以的 不斷有人沽港元 不斷有人要換成美金 例如香港大量的人賣樓 賣完之後 800萬 1000萬 我全部要換成美金 你說有聯繫匯率 可以 你換美金給我 你拿了越來越多港元 理論上香港 外匯儲備應該足夠 買了 香港的港元 但是 當 香港如果的資產 是全部 是慢慢被賣出的話 那些資金要換成 是美元的話 是不是 香港政府的外匯儲備可以無限量 買起所有港元面值的香港的樓宇呢 這條數字就可以計算了 你應該只要計算一下你就知道了 香港整個資產市場的泡沫 還有價值 是有多大 如果你說要全部 將它用外匯儲備兌換成美金 你大概可以想像到這條數字是怎樣的 簡單來說 香港的外匯儲備絕對不足以 是 面對 大量 的港元 撤離 然後要換成美金 到最終 就是會 可能是有秩序 又或者是沒有秩序地 到最終港元 是有機會跟美金全面脫勾的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你是新移民來投資 我先當你不是大陸人 我先當你是中東的資金 等於你投資了 香港的這些所謂股票債券 還有 非住宅物業 是用港元結算的 用港元結算的話 然後港元大幅貶值 即是說 你的身家會大幅縮減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 的資產 大致上到最終你也要跟 美元 計價的 香港做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就是因為有聯繫匯率 因為等於可以用美元結算 但是如果你不能夠再用美元結算的話 等於你買了的投資產品 是用港元結算 而港元 是不穩定的話 甚至乎已經脫勾 等於 就算股票不跌了 還沒計算過股票跌 如果股票會大跌的 有脫勾的風險 你還沒計算過加跌 你本身的匯價 就已經大跌了 事實上是相反的 事實上這個世界 是股票價格 還有資產的價格會大跌 然後才 再到港元對美金大幅貶值 即是說你今天買1000萬的房子 到了脫勾的時候 你的房子已經一早不值1000萬了 因為 預期脫勾已經價格大幅下跌 再未到港元真正對 美元脫勾之後的新匯價 你的樓宇還有你的資產已經 大幅爆破了 甚至乎是完全爆破了 所以你今天再繼續研究 投資香港 我告訴你 你的風險高到不能想像 香港很清楚 未來10年8年20年 可能 都完全不能翻身 所以現在就要四處去吸金 所以就看中了 中國大陸還有 其他的外國資金 現在的水雨 應該沒有西方世界了 應該有中東 俄羅斯 伊朗的水雨 不過我們仍然不敢排除 可能會有中國大陸的人 仍然會考慮是香港 作為移民的跳板 這個仍然是有可能 我們仍然會繼續觀察 到底香港 新投資移民計劃 新投資移民計劃 會找到多少水雨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ckshac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寸法是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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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